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作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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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天地有争起 长阳人海里 天涯奔浩瀚 红尘无边异 那红尘无边异 成层名合理 那是非不得已 梦里哭追寻 醒来已苍喜 我醒来已苍喜 天地有争起 人间今何夷 鼓来多少事 我心怀疑 相叹如仙气 情深不容易 别离我情夜 那天地有争起 历史是一座宝库 乘封了许多 值得我们一再回味 和阻觉的事情 回想古人流传下来 关于孝庆的故事和技术 除了再次印证了 百善孝为仙的传统伦理美德 也不禁叫我们感慨 果真是今不如习了吗 在急功近利使我们忘了 自己是走过父母的青春 岁月长大的 还是高章的自我意识 与本位主义令我们忘了 成长过程中的父母 无怨无悔的付出 以及那许许多多的期盼 与牵挂 中华电视公司有见于此 特地为您直播了 一系列的笑的故事 冬永是出生在 汉朝皇州的一个小村镇里 母亲早逝 父亲呢 常年卧病在床 为了帮父亲输精火血 也为了舒展老父 久病郁闷的心情 董永常常背着他到处走动 看山 看水 晒晒太阳 孝顺的董永无怨无由地照顾着病弱的父亲 董永虽然心情耕作 无奈农地水土不佳 收成是一年不如一年 为了节省开支 请来 自己还看得到 咱们带回去了吧 姐姐 我好悲情下来这一趟 如果姐姐怕被娘娘吗 那你先回去好了 那怎么成呢 要是被娘娘发现的话 我会被责罚的 好了 走走走 回去吧 姐姐 走了 姐 你看 那里有人人呢 我就问问她 这有什么好玩的地方 师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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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这附近有没有什么 好山好雪好地方 这天色已晚 姑娘还是早早回家 有个堂上双亲交力担心啊 你这人真啰嗦 我是神不知鬼不觉 好不容易才溜出来的 不玩个够 我才不回去呢 姑娘私自出游 家中父母必定十分焦急 还是早点回家吧 师妹 这位公子说得对 咱们快点回去吧 我不要 既然姑娘坚持 这样吧 这个送给你 不用了 你自己留着用吧 不不不 我经常上山采药 比较熟悉路径 姑娘路头不熟 还是提灯上路 小心点得好 好吧 谢谢你啊 告辞了 这个人的心理真好 把灯笼给我们 自己摸黑下山 我得想要办法帮他才行 对了 请山中的引火虫 替他指引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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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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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可以啊 永儿 爹拖累你了 怎么会呢 爹 孩子盼爹早日康复 等你身体好一点了 我陪你出去走走 你是个好孩子 爹只怕看不到你在这里 也看不到哪年的雪 好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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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家徒四壁 董勇为求早日让父亲入土为安 决心卖身葬妇 可是一天一天的过去了 董勇的心愿始终无法达成 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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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对不起啊 没有关系 哎 哎 我听说你是个孝子 可是今年收成不好 大家都快没饭吃了 就算你跪在这边三天三夜 也没人会帮你的 我只求安葬先父 刻进仁子的最后一个心愿 我不怕吃苦 苍天有野 现在这么有消心的 老天爷不会坐视不管的 哎 哎 吧 个人 本來神明也有自身難保的時候 可惜我太瘦了 我就一定替你把廟底給修好 你也不必參風入宿的 保受風雪救我 對不起 老先生 對不起 追到您了 我冻死了 对不起 那边 不对 那边 错了 还是那边 等一等 我的鞋子掉了 您休息一下 我帮你捡鞋子 好 来 老先生 你想起来你住在哪里没有啊 现在的人哪 太不懂得敬老尊贤了 我孤零零的 住在一间房子里 根本就没有人要理会我 只有你啊 不但肯正眼瞧我 而且 还替我遮挡风雪 我有吗 我是来指点你一条名路的 程兴有故积善人家 当家主事的业园外 心地善良 你去求他 他会成全你卖身葬妇的心愿 不谢指点 晚生感知不尽 你不必谢我 该道谢的是我 我走了 我走了 等一下 我在哪儿见过您 对不对 不见了 莫非我遇到了神仙 我想起来了 我 我想起来了 果然是你 多谢三神指点 多谢三神指点 老爷 老爷 咱们今年收了田租 比去年少多了 收成不好 有什么办法呢 这都是因为老爷心好 自动减收田租 要是换成了别人哪 哪管那么多呀 老爷 你来这干嘛 老哥 我是来求见园外的 你要借我 老爷 这是小人给您提过的 孝子董勇 你要卖身葬妇啊 是 请园外成全 难得你这般孝顺 这样吧 我给你六十两银子 你在这张卖身器上 庶民画鸭 先回去安葬你的父亲 三天之后再来上工 只是六十两银子 这呢 是三年的卖身器 您就画个鸭了 是 谢谢老爷 谢谢老爷 董勇如愿以偿的安葬父亲 带着简单的行李 往夜员外家去 这位姑娘 你怎么一个人在这荒郊野外的 请公子收有小女子 我都自身难保了 我怎么收留你呢 你先别难过啊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我跟家人走赛了 徒亲不遇 如今无依无亢 公子如果愿意收留我 小女子愿意为怒为妾 你起来你起来 恐怕我是爱莫能助啊 你忍心看我走投无路吗 不不怎么会呢 只是我已经签下了卖身器 必须履行合约 到夜员外家当三年的长工 在下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 那你带我去见夜员外 除非他赶我走 否则我是肯定你了 不不不不至少我得问问夜员外啊 这样不好不好 你不怕吃苦吗 我不怕 你不嫌弃董勇只是一名长工吗 我不嫌弃 我不嫌弃 难得你有情有义 老婆就医了你 多谢圆外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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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为夫妻 董勇卖身为奴期间 工作勤奋不辞辛苦 很得夜员外的赞许 很得夜员外的赞许 不得夜员外的赞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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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呢 人家 娘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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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要挨点椅子 他们都好喜欢你植的布啊 都指明说一定要买你植的 这个是庆祭部长李老板给的定钱 他说以后你支的布就只能卖给他 还给我们算个好价钱 太好了 有了钱你就可以自己买地建屋 有自己的田可以耕作了 不对 不对不对不对 应该说 有了钱我们就可以买地建屋 就有自己的田地可以耕作了 我也这么想 可是 谁知道我能陪你多久呢 老爷叫我陪他去收租 过两天才会回来 路上小心 我走了 又是秋收时节了 时间过得真快 我要好好珍惜 跟董郎在一起的时间 大姐 二姐 三姐 姐姐们 你们在哪里啊 二姐 三姐 四姐 大姐 五姐 六姐 怎么了 我们以为你有了董郎 就把我们给忘了 我的好姐姐 别这么说嘛 对了 王母娘娘有没有说 什么时候找我回去啊 天机不可泄露 时候到了 自然就会知道了 对了 七妹 你找我们什么事 我想帮董勇多赚你钱 想请你们帮我纺杀织布 那简单 各位姐妹 我们就开始吧 春去秋来 勤奋的七仙女 在众家姐妹的帮助之下 为董勇 积下了一笔不小的财富 同时还为董勇 生了一个胖娃娃 勺光意识 很快地 董勇 卖身为奴的棋线到了 夜缘外很慷慨地送了一笔钱给董勇 叶府上上下下 依依不舍地送董勇夫妇出了大门 爹 娘 孩子今天带着媳妇跟儿子来拜见二位 七妹是个好妻子帮了我很多的忙 什么呢 姐姐妹来接我 你说什么 我老实告诉你 我本来是王母娘娘 住前的仙女 什么 因为你的笑感动天 她特地派我来帮助你延续香火 现在 我俩的成员已了 我该走了 可是你说过 我们要相依共老的 但是我也说过 缘起 缘灭 半点不留人 七妹 我们走吧 娘子你不能走 娘子 其实你应该感到高兴才是 要不是你笑感动天 怎么会赢得这段美满的姻缘呢 娘子 多保重 我们后会有期 娘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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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勇笑声父母感动了天地 而赢得了七妹妹这样的神仙美眷 虽然听起来好像有点传说的色彩 但是这也显示了笑形可感人神的说法 更证明了善有善报 各位朋友 在过去是父母亲陪伴我们长大 而现在父母逐渐老去 正需要我们的陪伴 而今天董勇这个故事 也粉碎了养儿不防老的观念 更粉碎了久病床前无孝子的说法 董勇做得到相信我们大家也做得到 今天非常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周笑的故事再见 youtube g IG B 梦里哭嘴寻 醒来一场戏 我醒来一场戏 天地勇争气 人间今何以 鼓来多少事 我心怀疑的你 相谈无先情 情深不容易 别离我情夜 那天地 游家庭